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上海小红楼岸的有关进展 一起来看到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小红楼案在去年正式宣判 而主要嫌犯涉及性剥削行贿背叛私还 根据报道事件在中国社群网络近日引发讨论 主要的聚焦点是刑罚太轻 而且涉及公权力贪腐 有趣的是阅读量超过六亿的话题 却被微博删除 中国网友普遍表示不满 所谓上海小红楼案 有称赵富强案 指的是发生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一九年二十年间 一位叫做赵富强的上海商人 囚禁并且性剥削求职女性 并且与女色行贿当地官员和国企人员的案件 赵富强在阳浦区的一处红砖建筑设置招待所 以此囚禁女性 坊间普遍将其称为上海小红楼 也有中国网友认为 这是中国版的恩号房事件 根据此前的报道 赵富强长期借由行贿 请喝花酒 性招待等手段 拉拢相关官员 并从多家国企手中低价 获取大量出租房源 既有转租牟利 同时也骗取拆迁补偿费和租金等 总共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整理报道 时任上海杨浦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还有杨浦人民法院院长 都是赵富强的重要保护伞 二零一九年此案正式破获 而当时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赵富强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赵富强上诉又被驳回 维持原审 此外多位地方官员国企人员因受贿等罪名 判刑一年至十七年不等 相关话题阅读量近日在微博一度超过六亿次 本案再次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而微博随后将相关话题全部删除 网友十分不满 有人认为是媒体选择性报道 也有人认为是赵富强的行责太轻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整理报道 向红楼事件爆发之后 网络充斥各种疑问和不满 有人问这一起案件中公权力的角色到底何在 在闹市区数年几乎全公开成规模的非法拘禁蔓延活动 为什么当地警方没有发现 中国媒体的报道引述上海公安警员表示 一旦通过前色交易全色交易等方式打通了政府机关内部后 不法商人会长期经营这一些关系 赵富强本人在杨浦花了很长时间 到了最后所有的关系都搞定了 包括资讯网各方面 一定时候就感觉无所不能了 到这个时候是会犯婚的 而早在今年一月 中国媒体财新就发表了一篇名为 护上小红楼往事的特别报告 其中对于上海杨浦黑社会组织头目赵富强 逼迫女性滅淫 以性贿赂囚囚禁女性的犯罪事实 进行了深入报道 其中特别受到关注的是与代孕相关的犯罪细节 可谓是残忍至极 文章引述一位女受害者表示 被拘禁期间她连续十一日遭强制注射催卵针 再被戴上眼罩送至诊所 在没有注射止疼药的情况下被强行取卵 造成该女子腹腔严重积水 就像怀孕六七个月 住院治疗一个多月 另外一位女性也有类似的遭遇 两位女性至今无法生育 期间涉事的九位女性中 有一个人受到赵富强的哄骗 剪断了输卵管 另外三位分别与其结婚又离婚 至少有六人与赵富强育有子女 案发后赵富强被判入刑 而这些未成年子女连同多名代孕儿童 或面临户口上学缺乏经济来源等重大问题 而生育孩子非部分女性的主观意愿 只能暂时由生物学上的曾祖父母抚养 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据来自财新此前的报道 赵富强与女性发生性关系 并拍摄照片和视频之后 这些照片和视频既成为了赵富强的癖好 也成为了他控制女性的手段 如果有人想离开小红楼 赵富强便以此为要挟 表示要把照片和视频发给他的老家人 甚至到处张贴 有一位受害女性回忆 赵富强喜欢用低劣的精神控制法 从工作能力穿着长相等方面对于女性进行侮辱 甚至说出垃圾狗屎 你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话 有一位女性后来回忆表示 当你被完全摧毁时 她在以圣母的形象出现 说我来拯救你 离了我你就不行 只有我可以帮助你等 而同时赵富强的公司 招聘了多位女助理 入职后赵富强如法炮制精神控制的方式 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女性 此前法院裁决记录了多位女性签署高额借款合同 甚至约定合同期限不低于三年 如果违约要缴三十万罚款这样的劳动合同 一位受害女性后来回忆表示 借款合同金通常是赵富强指定 平时的工资经常打欠条 需要时便以威胁控告的方式对于女性进行控制 多位女性后来描述 遭到赵富强的殴打 隐私不问被赐以赵富强专用等字样 或遭取卵代孕 如果做不到或者不想做 赵富强非打即骂 赵富强会提出让自己的女助理搞定领导 根据来自财新的报道 多位参加应酬陪警的女性员工作证时表示 赵富强经常劝说女助理要利用自己的相貌优势为公司谋取利益 法院裁定赵富强为长期控制女性满足个人淫欲 以招聘助理为诱饵 采取聘用合同预设陷阱 不断灌输淫秽思想等手段 当众侮辱肆意殴打 限制自由 残害女性 特别恶劣的是 赵富强采取暴力手段兼淫 并在隐私部位纹身 给被害女性的未来生活和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 有受害女性表示 当时大家都像被植入了芯片一样 遭到赵富强的精神控制 再为您知道的是经济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欧盟将公布一个新的强大的贸易武器 可能致使中国还有其他被指责为经济欺凌的国家 被拒于欧盟市场之外 根据南华早报看到的提案草案 这一份叫做反协迫文书的文件 主要针对那些试图干预欧盟 获其二十七个成员国合法主权选择的国家 实施或威胁实施影响贸易或投资的举措 文件列出了欧盟在确信发生胁迫时可以采取的惩罚性行动 包括关税配额贸易许可暂停市场准入 限制进入公共采购计划以及投资市场等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此举是因为胁迫问题随着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争吵 而被推到了欧盟中国议程首位 在立陶宛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扩大与台湾的关系之后 北京被指控阻止立陶宛出口 根据提案草案 那些被发现参与胁迫的国家可能会被阻止采购 受欧盟出口管制准则约束的商品 知识产权被截断 被排除在欧盟巨大的金融服务和化学产品之外 或在进入欧盟食品市场时面临检疫障碍等 文件表示布鲁塞尔认为这一工具是一种威慑 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在其他阻止经济霸凌努力失败时才会使用 草案表示只有当其他手段 比如谈判调解或裁决 不能导致迅速有效停止经济胁迫赔偿损害时 联盟才会实施反措施 提案将于周三发布 然后进入漫长的立法程序 在签署成为法律之前 必须得到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领导人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抵制北京奥运有关的消息 此前美国方面率先表示将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 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也纷纷表态 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会自行决定是否派遣外交代表参加二零二二年北京冬奥 岸田文雄特别说 我们的应对方式是要综合考虑北京冬奥的意义 以及对我国外交的意义等 从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自行做出判断 而根据新西兰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 新西兰副总理罗伯逊表示 由于疫情新西兰不会派遣部长及外交代表参加北京冬奥 他在记者会时表示 我们已明确说不会向北京冬奥派出部长及官员 有一系列因素主要是与新冠疫情有关 而新西兰已将决定在十月通报给中国 并向中国提出了人权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发言人表示 澳大利亚尚未决定是否派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奥 此前莫里森表示 澳大利亚将考虑是否采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类似举措 加拿大外交部则声明表示 加拿大对中国侵犯人权令人不安的报道深感不安 我们已经接到美国作出决定的通知 会继续与伙伴和盟国讨论此事 英国外乡拉布则表示 英国会适时考虑是否对二零二二年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 拉布说有人问我去还是不去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考虑更广泛代表性的层级 此前英国官员表示 尚未决定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将在本周末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上讨论问题 目前英国尚未作出决定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则对美国的举动进行强烈批判 说这是政治操弄 严重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 他同时强调从来没有邀请美国政客来或不来 对于北京奥运不会有任何影响 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今天晚些时候的发布会上威胁对于美国的举措进行反制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时政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据中国最高检十二月七日消息 江西政协员党组成员副主席肖易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 已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于肖易做出了逮捕决定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根据报道 肖易此前担任江西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 后来成为江西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 又成为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 之后屡心任福州市委书记 他在担任当地市委书记时表示 相信长期任职京城的丰富经历以及基层为政经验 将为当地进一步加快发展提供领导力保证 值得一提的是 肖易是十九大后江西被查的第三户 媒体报道 肖易与苏荣和史文清案也有关联 二零一五年赣州在北京举行展览 史文清曾经请肖易帮忙协调 史文清到北京接送机 肖易也安排 肖易被查之后 江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龚建华也被查 首次被通报支持虚拟挖矿活动是这一次肖易案的重要特点 今年十一月十三日肖易被双开 通报中特别表示他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挖矿活动 肖易被查之后 中国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刊发江西辅州数字书记落马留下挖矿残局一问 其中表示其在辅州担任市委书记六年间大力推行数字经济 重点引进辅州创世纪科技公司 表示要打造亚洲最大的单体数据中心 而随着肖易被查 才发现公司原来批着数字经济的外衣 从事的是虚拟货币挖矿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今年七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两份创世纪科技公司的民事裁定书 其中披露案件涉及辅州数据中心建立以及设备的保管运营 其实是利用设备进行高性能计算以获得虚拟货币奖励的行为 也就是国家不予鼓励的高耗能产业 根据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肖易处分通报措辞严厉内容十分之多 他被指违规举债上项目搞建设 违规从事盈利活动搞全色浅色交易 随意制定实施重大项目 干预插手司法活动 不重视加封建设道德败坏 与不法私营企业主沆瀣一气等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黑客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科技媒体的报道 文章介绍微软夺取了一些网站的控制权 而这一些网站被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 用来攻击包括美国在内的二十九个国家和组织 微软数字犯罪部门在周一表示 附近亚洲的一家联邦法院已经批准了命令 允许公司控制这一些网站 并将流量重新定向到微软服务器 根据公司报道 恶意网站被一个称为Nickel的国家支持黑客组织网络 来收集政府机构智囊团和人权组织的情报 微软并没有详细说出目标 但是表示该组织的目标是美国和其他二十八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组织 有说这个团体的目标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之间往往有关联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德新社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 就之前与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进行两次视频通话 进行了更多的解释 德新社问及您个人对于彭帅案有多关注 而巴赫表示我和所有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彭帅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联系上 而我们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如何进行 一般有两个选项 要么是发表公开声明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可能还要加上公众压力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通过谨慎的对话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这就是所谓的无声外交 而根据其他组织政府和我们自己的经验 第二种选择是最有希望的 我们试图联系彭帅 以他的身体健康为中心 你知道这一些努力的结果就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和十二月一日的两次视频会议 这两次视频会议并不标志着整个过程的结束 而德新社则问及这种无声的外交受到了全球的批评 你是否惊讶 巴赫则表示经验表明这种无声外交可以发挥作用并产生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寻求这一条道路 巴赫表示同样我们采取无声外交的方式与塔利班进行谈判 以确保仍在阿富汗的奥林匹克社区成员的人权 并为那些目前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而同时德新社的记者继续问及国际奥委会的声明没有透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彭帅和中国当局就这一些事件和他的指控进行交谈 这一点是否会得到澄清 巴赫则表示在两一次对话中他对我们试图联系他都表示感谢 彭帅还谈起了他的网球生涯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情况以及大流行病的影响等 我们必须尊重他以及他本人的做法这些谈话会继续下去 我们也正在与中国的体育组织和官方机构谈判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案子的所有方面都在与中方讨论之中 而同时在谈及彭帅士巴赫表示 与彭帅的谈话让我很受感动 通过视频举行这样的谈话是不容易的 只有建立信任才可以与处于如此脆弱境地的运动员进行真正友谊 而记者继续问及与彭帅面对面的会谈将在一月在北京举行 具体计划是什么 巴赫表示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话时的一个约定 如何进行这一次晚餐会面必须要与彭帅达成一致 也要与奥运会期间的疫情防控政策相吻合 巴赫表示有关于北京奥运会我们已经给出了答案 也正在与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进行对话 我们认为没有歧视新闻自由互联网开放运动员言论自由 都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责任和追求的使命 但是国际奥委会没有权利和手段来改变政治制度 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政治中立性在此适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恒大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周一晚间恒大股价在香港交易中低至历史最低点 许家印发表声明表示将成立新的风险控制委员会 委员会不向董事会报告 但是将在减轻和消除集团未来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许家印名利上是七人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有四个席位是由中央政府或广东南部地区政府控制的国企代表担任 恒大的总部在深圳而广东省政府控制的几页集团 比如广东控股的高管刘志宏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文章引述消息也是表示广东政府之所以承担起对恒大的责任 部分原因是深圳的官员现在一直专注于当地方地产和金融服务集团 宝能所出现的类似于恒大的问题 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中国政府通过类似的机制控制了其他几家重债企业 最引人注目的是海航 事实上已被中国政府接管 但是没有一家企业像恒大这样负债总额超过三千亿美元 也没有一家企业像恒大这样与中国整个经济息息相关 文章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工作组将接管恒大并寻找第三方 特别是国有开发商以接管恒大的开发项目 而之后恒大即将面临结算解体 包括许家印在内的原股东将被抹去 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到四年里管理高负债公司的方式 他们此前有多次机会拯救恒大 今天仍然可以这样做 但是没有人有政治动机去做这件事情 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海航是四只灰犀牛之一 所谓灰犀牛指的是官员认为对于国家金融稳定构成独特风险的高杠杆集团 监管机构对于海航的海外收购感到担忧 中国政府在二零一七年将海航正式纳入监管 海航还有另外一只灰犀牛安邦都是政府管理的重组对象 整个重组过程漫长而且往往不透明 恒大在周一晚间声明表示 新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中的政府代表将监督这一次过程 开发商表示 恒大相信委员会的经验 以及他们能够利用的资源将有利于集团克服目前的挑战 消息显示 恒大透露将难以偿还之前未披露的二点六亿美元的担保责任 这种担保只是一个渠道 而集团的倒闭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多重重击波 中国央行证券监管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都在周五发表声明 表示恒大的困境主要原因管理失误其危机不会破坏金融系统的稳定 周一晚上政治局表示将采取措施促进公共住房和支持住房市场 这整体有助于缓解市场的紧张情绪 但是恒大的债券持有人表示 尚未收到总额为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预期还款 这可能预示着恒大已经正式违约 该集团在最近几个月其他三个场合都险些避免了违约 目前债务总价值这一部分占到三点四三亿美元 与许家印在上月底出售其在恒大百分之九的控股权 所筹集的资金数额基本相同 分析指出政治局的声明和央行同时采取的提高银行业流动性的措施表明 中国政府会继续支持经济增长 但是不会广泛扩大信贷 因为这可能会助长金融市场失衡的重新出现 文章引述分析一时表示 政治局发出的信息十分重要 它表明政府可能会放松房地产行业 但即便如此要阻止恒大在债务的重压下成本可能已经为时太晚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科技新媒体的Information信息报的有关报道 文章介绍苹果公司的首席人行官库克在多年前与中国官员签署了一份协议 承诺将通过投资商业交易和劳工训练 再协助中国发展经济与科技上扮演某一种角色 Information在今天的这一则报道引述苹果公司首次披露的内部文件 以及与知情人士的访谈报道表示 库克在二零一六年与中国官员签署了一项协议 价值估计超过两千七百五十亿美元 而签署这一项协议的主要用意是为了缓和中国对于苹果公司的施压 以避免苹果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受到阻挠 这一项协议在二零一六年库克访问中国时在中南海敲定 中国官员此前认为苹果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足 在多个层面对于苹果进行了突然性的监管打压 让苹果方面感觉十分的困难 而同时文章还披露 库克与发改委签署了一份一千二百五十字的谅解备忘录 作为苹果改善与中国政府关系 并赢得与高级领导人接见会面机会的一种方式 为了安抚中国当局 库克在当年五月还宣布向滴滴投资十亿美元 帮助滴滴在与优步的网约车大战中获得了相当优势 此外文章披露库克还获得了与李克强张高丽等重要官员会面的机会 此后库克在中国市场的准数有了很大的改善 库克承诺苹果将为发展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尽一份力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冬奥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澳大利亚媒体ABC的报道 澳大利亚官员将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 美国本周早些时候已宣布正式对冬奥进行外交抵制 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 澳大利亚效仿这一做法应该不足为奇 他表示尽管有外交抵制澳大利亚运动会仍然将参加奥运会 他表示澳大利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已出现破裂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做法 抵制活动将包括政治家和外交官 而ABC方面证实 澳大利亚委员会将派出四十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澳大利亚奥委会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把运动员安全地送到北京安全地参加比赛 并把他们安全地带回家 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澳大利亚运动员已经为这个奥运梦想进行了四年的训练和比赛 我们正竭尽全力确保我们可以取得成功 本周早些时候白宫新闻秘书表示 鉴于中国在新疆的持续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美国政府将抵制奥运会 而中国以历史要以坚定的反制措施来回应抵制行动 目前并未详述会采取哪些措施 而根据来自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 日本政府也正在考虑不派任何部长及高官参加明年二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 日本表示将根据情况采取行动 几位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 鉴于新疆的人权问题 日本也会采取行动 政府中的一些人记忆派遣非部级官员 比如日本体育厅厅长 以及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等 而如果不是政府官员被派遣 预计将是宣布外交抵制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配合 预计日本政府将就此事做出最终决定 同时也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 还有除美国以外的七国集团其他国家的反应 岸田文雄此前告诉记者 日本将在考虑到奥运会的意义和日本外交意义的情况下 就美国对北京奥运的外交抵制做出自己的决定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有关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根据新华社所公布的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周一会议纪要 中国将推动技术自给自足和创新 以解决二零二二年的经济增长问题 有趣的是声明并未提及反垄断和资本无需扩张 而在十二个月前的政治局会议上 这却是重要事项 分析指出这似乎意味着对于技术部门打击动荡不安一年有所收敛 文章介绍目前政治局的主要内容是加快技术政策的实施 明确表示解决关键技术和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是北京未来一年的首要技术目标 促进技术自力更生仍然是北京的重要目标 政府优先考虑经济稳定 同时继续努力解决与美国长期技术战争的问题 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已导致贸易关系不断趋紧 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 美国的制裁已经限制了中国公司获得先进芯片制造技术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加强公司作为创新驱动力的作用 并在技术工业和金融部门之间实现良性循环 文章介绍 这一次会议恰好与本周一些松弛性的经济政策相吻合 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在周一表示 将把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零点五个百分点 在十二月十五日向银行间系统释放一点二万亿人民币的长期流动性 以在增长放缓的广泛迹象中提振中国经济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分析 此前由于大力镇压给中国高歌猛进的科技行业 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今年一系列全面的立法和监管措施中 政府针对大科技的垄断行为 私人在线辅导 视频游戏数据网络安全做法 以及加密货币开采等进行了严厉打压 一连串的坏消息 打击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中国科技股 抹去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价值 这些举措在去年的同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所预示 当时会议将解决资本无需扩张和垄断行为 作为二零二一年的关键经济目标 而在八月习近平在一次中央领导会议上还强调 北京反对科技行业资本无需扩张野蛮生长以初见成效 但是警告表示党必须做得更多以明确的规则 有效的监管和更大的政策透明度来指导和监督该国企业 根据来自南华则报的报道 上个月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三年计划 以改造国家科技系统解决阻碍国家技术进步的薄弱环节和体质性障碍 计划的细节此前没有公布 而被认为是习近平经济沙皇的刘鹤 上个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 表示技术创新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生存问题 并补充表示技术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再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苹果公司有关的消息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经为您引述来自The Information的报道 介绍了苹果库克与中国的千亿美元交易 文章报道还介绍苹果在中国遇到了一系列麻烦 在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中国国家测绘局告诉苹果地图团队的成员 中日之间长期领土争端对象钓鱼岛 在苹果地图时显示时必须要将其显得很大 根据媒体查阅的内部文件中国监管机构威胁苹果说 如果苹果不遵循这一步寻常的要求 将不批准原定于二零一五年发布的第一款苹果手表登陆中国 在加州的苹果总部苹果团队的成员最初对这样的要求表示反对 但是因为当时地图应用成为苹果公司的优先事项 公司最后还是服从了要求 在中国大陆的苹果地图上查看钓鱼岛时 钓鱼岛的规模仍然大于周边领土 这样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最后再为您关注的是中国社会时政有关的消息 反腐女将沐红玉现在回到北京 下部恐怕有大动作 根据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据最高法消息 十二月七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当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就网络舆论传播工作 开展集体讨论由周强主持学习并讲话 由发展改革报社副社长中央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做专题授课 消息中特别表示 沐红玉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集中学习研讨 沐红玉曾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女纪委书记 在担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时 他曾经出境解读中央纪委六市原处长袁卫华案 引起外界关注 到重庆工作之后 由他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堵 是他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根据来自青年报的报道 沐红玉被任命为重庆纪委书记的会议上 陈敏尔特别提到要全面肃清干净孙政才的恶劣影响 还有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而沐红玉在重庆时重庆反腐力度十分之大 去年重庆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市管干部四十人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总共立案三千七百九十一件 处分达到三千七百八十六人 而现在沐红玉重新回到北京成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人民法院计察监察组组长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试图未来引起关注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华尔街西说栏目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在今天早些时候 我们已经向您介绍了有关于上海小红楼案的相关情况 有趣的是这一起案件在去年十二月终审就已判决 但是时隔一年之后 在中国社交媒体突然炒红 这样一起在闹市区长达数年几乎全部公开的非法拘禁卖淫活动 当地警方居然视而不见 让中国网民感到愤怒而且不解 有趣的是这样的一个微博热搜话题 却突然一夜之间消失 更让人怀疑背后是否还有更多的权力大网存在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向您介绍 小红楼是上海杨浦区许昌路 一栋看似破旧的七层楼 由于房屋外面贴着红色墙砖 房间叫起小红楼 也让人聆想到一九九九年远华案赖昌兴进行全色交易的红楼 这样的红楼虽然外表十分破旧 但是在其核心区四楼白色瓷砖相以金色装饰 即使是瓷砖的缝隙也填满了金粉 水晶灯漫步十分富丽堂皇 而案件的主犯叫做赵富强 他涉及暴力强迫卖淫 与本地官员进行全色交易 进行诈骗领导黑社会组织等 他在小红楼总共居住二十几年 最终以多达十几条犯罪行为 在二零一九年被抓获 最后被判处死缓 此外被认为为他提供庇护散的杨浦区原常委 政法委原书记卢燕 杨浦区法院原院长任永飞等国家工作人员被抓 判处一年到十七年有期徒刑不等 但是外界普遍认为 鉴于其罪行之严重 判这样的量刑实在显得过清 是否还有更高级别法院政法委工商局等政府机关的人 嵌入其中 小红楼一案背后的真正保护伞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牵拿牵放呢 在二零二零年五月的时候 随着孙力军的落马 有关于中国政法系统内黑幕腐败引起观众注意 而彼时我们在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网报节目中 也为大家介绍了更多 其中就涉及二零一九年这一起小红楼案的背后真实情况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这一段内容再与您分享 下面再要为您着重介绍的是宗明 宗明曾经历任共青团川沙县委常委副书记和书记 还曾经担任川沙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 共青团浦东新区工委的副书记和书记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电视台党委书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等 当看他的简历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异常 但是要说到宗明的个人履历以及仕途经过 就必须要谈到二零一九年当时上海杨浦区发生的一起惊天动地的案件 在当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晚突然传出消息 说上海市杨浦法院的院长任永飞被调查 而两天之后上海市公安杨浦分局的副局长岑洪全又被传出被查 在几天之后上海市杨浦区委的前常委 区委政法委书记卢彦又被双开 并且移送司法 这样一系列的官场变动之后 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原来杨浦区竟然存在类似当年厦门赖昌兴市的红楼的私人高级会所 而官方获得了高级会所内部的监控录像视频 其中涉及一大批高官权贵的不雅视频 据称当地存在这样的事件 而这样的私人会所就坐落于杨浦区的许昌路 还有惠民路附近 平时出入高级会所的人物都是当地的高官权贵 而当时中央的除黑打恶巡视督察组 在上海就起获了有关高级会所内部监控录像的视频 借此查获了一大批上海当地的官员 但其实外界所不知道的是 查获了这些官员 其实保护了后面更大的领导干部 而宗明就是其中的关键角色 把几个人给撤掉 给人的感觉是他做事雷厉风景 但其实是拦住了这个案子 不让继续查下去 刚才我们提到宗明的简历似乎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一个关键点就是他是川沙人 而孟建柱曾经就是在川沙做县委书记 上海的市委宣传部是上海帮的一个重要培养据点 而宗明调入上海宣传部门的主要操刀者就是龚学平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从浙江调入上海 当时被举报最多的人就是龚学平 在上海的权力斗争中 龚学平选对了帮派 余梦间住在一起 与当时的陈良宇进行了斗争 如果看到龚学平的简历 他是一九四二年出生的人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 而之后在复旦大学留校分配 此后还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藏字七八八七部队炮衣连当兵锻炼 此后也在军队当了宣传部的干事 一九七四年回到上海 历任上海电视台的编辑新闻部的副主任 党支部的书记 还有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 上海电视台的党委书记台长和总编辑等 后来在二零零三年担任了上海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 当时陈良宇是上海的一把手 而龚学平本人也是上海滩的实权派 尤其是在当地的宣传口数大根深 很多媒体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矛盾非常之深 看双方的脸色办事常常是难以兼顾 一度传言取悦一个就不能取悦另外一个 真是左右为难 其实上海又不止龚学平一个人 历经黄菊陈良宇等几代官员的经营 上海帮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其中有不少贪腐问题 而习近平对上海的清洗 旨在陈良宇这里也引起了很多注意 习近平走马上任上海市委书记时 当时正是十七大临近市博会筹备的时候 当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大局 避免官场出现震荡 让很多有问题的上海官员软着陆 其中有就包括时任上海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龚学平 他是以退休的名义交棒给了刘云庚 并出任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名誉院长 可以说是以虚职取代 再回过头来就要说到宗明 他当时担任了上海文广集团的党委书记 有趣的是宗明其实是护士出身 不过目前简历中这一笔已经不多见了 而孟建柱的夫人蒋其芳也是护士出身 后来也进入了文广集团 而九十年代正是中国广播电视高速发展的时候 很多在文宣口的工作人员后来都获得了晋升的机会 比如现在的中宣部副部长网络办的主任徐林 也是原来上海文宣部的主任 但他其实是农林系统出来的 也是孟建柱所培植的对象 说到上海文宣系统 其实有不少人都是孟建柱和龚学平当时联手培养的作品 这些人未来会在中国的角色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也的确是让人关注的焦点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